反拍发球 课点是动作小 出球快 在比赛中带有一定的威胁性 进攻性 甚至可以一招之敌 前面我们介绍了正手发高远球 以及正手发往前球 那么在这一集呢 我们介绍反拍发球 反拍发球它包含反拍发往前球 以及反拍发后场 它比较既有直接的威胁性和进攻性 怎么说这有威胁性和进攻性呢 反拍它的发力方向一致性会比正拍好 就是发往前和发平射球的一致性掌握得好的话 这个特点比较明显 再一个 反拍发往前技术动作完成以后 可以直接进入控制往前封往进攻这种状态 我们就反拍发球下面做一个介绍 先请运动员上来演示 反拍发球它的站位应该说在学掌握动作阶段 并没有太定位的要求 在你掌握以后在双打战术中以及男子单打的发球抢攻战术中 它的特点是尽量的靠前 这是一 在攻架上技术动作要领算 走关键往上抬 这自然抬起来相当于以尖同高 把拍面拍框明显的放在拍并的下半部位 这就避免了过手动作的 前面一期介绍的过手动作的出现 另外一个机球点尽量的提高 当然不超过过腰的部位 以获得最佳的高度 发力时 握拍跟正拍握拍 它的区别 最大的区别 是拇指 大拇指的肌幅是压在拍并的宽边上 同时 拇拍手以拍宽的距离 空穴比较大 利用拇指 食指 中指 主要是三个手指 进行控制 发力动作过程中 大臂支撑 小臂稍微带动 手腕 以及手指最后发力 手指的作用 是在控制拍面 角度 速度 这一方面 好的 到我们运动员做一个演示 这是反拍发往前球 好 还有反拍 发后场 发平球 好的 我们在大炮期 也就是左半期 发球期 再进行一个演示 好 往前 和其他发球一样 反拍发球 也可以 发出直线 和斜线 两个角度的球 线路的球 好 再演示 要发后场 平射球 好的 反拍 发球 我们 就演示到这边 那么 在朋友们练习中 我提示大家 要注意 动作的 一致性 和 隐蔽性 才能达到 欺骗对方 破坏对方 接发球 启动 这个效果 所以 大家可以 在练习中 注意 掌握 这么几个环节 好的 反拍 发球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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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